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看 换工作就说换工作 别瞎说跳槽 这个词最早是说妓女的 青楼女子跟一个客人俩人好了一段时间 发现了更有钱的猪 就把原来这旧爱丢开走去泥地 令结新婚 就好比那个马本来在这个槽上吃草 现在换了另一个槽吃草 所以这种做法在妓院里边叫跳槽 后来呢 也用到嫖客身上 一个嫖客对一个姑娘厌倦了 另外找了一个 这个行为也叫跳槽 这个明朝那个明歌就有这个跳槽 你风流我俊雅和你童年少 两情深伐下院再不去跳槽 恨冤家瞒了我去偷情别调 一般滋味有什么好心揪交 难道胜了就相交 这个意思 当然后来这个词转来转去的就改成找工作了 这哥们听完了乐了都不行了 说确实想跳槽 嗨 跳槽吧 那也很正常 是不是啊 跳吧 但他们都前后怕狼 你这玩意又怕新老婉不器重 又怕跳槽败坏口碑 所以着急 跳槽的理由吧 这个五花八门 挣钱少了 观念不合了 谋求发展不容易吧 其实不光现在 古代呢 想跳槽也着实的不是个容易事 因为稍有不慎 就可能从虎窝里边掉到狼坑里边了 但是呢 凡事有例外 古代有这个跳槽大成功者 您比如说五代十国年间 出身太原武将世家 北汉的忠臣良将杨叶 就有这个成功跳槽的经验 说北汉呢 可能大伙还不是很了解 但是要说北宋杨家将 大伙可能就耳熟能详了 啊 老杨这七个儿子 还有一个义子八郎 还有杨门女将 很多电视剧啊 戏剧都唱过 知名度响当当 杨门忠烈嘛 是吧 尤其是老令宫 杨继夜 更是宋朝时候赫赫为名 一代猛将 这个杨家将的故事呢 大多是戏剧啊 评书啊 它很多是民间戏曲 杜撰的成分 但这个历史上真实的 这个老杨家的背景呢 也算是来头不小 是北汉的皇室宗亲 那么北汉的皇室宗亲 怎么一转眼 就成了大宋的将军呢 它就有一过程 这是从北汉的政权更迭说起来 在旭资质通建长边里边呢 有提过 杨业 咱戏剧说杨继夜 历史上说杨业 杨业是后汉林州赐使杨洪信的儿子 后来听了父亲的话 跟了北汉氏祖刘虫 这个刘虫呢 很喜欢杨业 就赐他姓刘 改叫刘继夜 当成了刘虫的养孙来培养 本来呢 那杨业在北汉呢 很有热情 有大展宏图之志 可是这个北汉的皇帝刘继元呢 不行 匈无大志 没有契节这么一个领导 北宋太平新国四年 宋太宗赵光义 御驾亲征北汉 就围困了北汉的首都太原 杨业呢 把守在太原城的东南面 奋勇杀敌 让无数的宋军心寒 可这个时候呢 这个刘继元呢 捧着传国玉玺 出城献祥了 尽管杨业心有不甘 你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你那个东西让人给兼并了 而且还扯着白旗 劝自个儿走吧 咱们一块投降 那还打什么打 得了 一块跳槽吧 按理说 杨业是跳槽来的降将 待遇呢 怎么着 都不会比那些个 一直跟着老板混的 这些个老部下能好 可宋太宗 真拿着当个宝贝啊 自从杨业归降以后 不停的给封上 太原大战几个月之后 征讨较辽国的宋金 在这个幽州的高粱河上吃了饼了 把宋太宗气坏了 把这一大群兵将们就征讨北汉时得的赏赐 全取消 那么相比之下 北汉降将杨业呢 就是在大伙这个满满的妒忌里边 官生戴州刺史 兼三郊驻伯兵马步 他呢也确实不辜负宋太宗的这个 好望 他第二年就在燕门关这 大破辽军 威震齐丹 被齐丹人称为是杨无敌啊 那如果说杨业的跳槽是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啊 就华丽的人生转折 那么三国时候的寻遇 这就是跳槽失败的典型案例 寻遇啊 爱听评书的人可能您都知道有这么一注啊 三国演义里面没少提他寻遇 少年就被誉为是王左之才 如果说诸葛亮是成就刘备的关键 那么又没有寻遇的话 三国应该就没有曹操的什么事情 寻遇那是跟着曹操 从草财班子开始 一步一步做大 做枪的 他是可以比作曹氏集团的二把手 副总裁 但你要说他就在老板跟前点头发腰 那您就误会了 这个有人说那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呀 既然寻遇在曹氏的创业集团的地位 如此不可撼动 那怎么能说他是跳槽失败呢 这东西就得慢慢说 这个寻遇啊 第一任老板是当时很有名气的 四氏三公袁绍 早在袁绍手下任职的时候 他就被奉为了上宾 可是这个老板跟前大红人吧 他不认可老板的能力 徐玉觉得 虽然袁绍的势力最盛 但是他离着这个家破人亡啊 没多远了 你说这玩意要让袁绍知道得多伤心呢 是吧 没待多长时间 徐玉啊辞职了 看不上袁绍 那怎么为什么看不上袁绍 这个郭家呀 有一句话 评价袁绍 说他多端寡药 好谋无绝 什么意思呢 翻译过来哈 事物繁杂 缺少重点 喜欢谋略 优柔寡断 你跟着这么一老板 能有什么前途 趁早走人 别连累我 这个离开了这个 浩大喜功的这个老板 袁绍之后 徐玉啊 一眼就看中了曹操 当时这个曹操是一穷二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会儿 曹操此时此刻的品性 很对徐玉的胃口 这个时候的曹操呢 对大汉朝有重心 为了匡扶汉士 行刺全臣东桌 虽然最后失败了 但是名声好听 尤其是十八路诸侯 讨伐董卓的时候 曹操的表现 让徐玉认为 这个对了 就是他 这就是 兴富汉士的 最佳人选 于是呢 就 投奔了曹操 哎呀 因为这个 徐玉的选择曹老板 是因为有共同的志向 就是要 兴富汉士 三国志 《徐玉传》里面不说吗 徐玉的父亲 徐滚 是东汉的济南相 叔父 尋爽 也曾经作为 三公之一的司空 一家老小 牧寿汉士 荒恩啊 你怎么能对老东家 大汉朝 没有感情呢 是吧 可是这东西就 不好料 你看 徐玉的这个战略是 奉天子 以讨不臣 但这个战略 到曹操这儿 给你调整了一下 叫歇天子 以令诸侯 曹操 他不是当年的曹操了呀 心机曹操 已经不是当年的热学 小青年了 对吧 哪怕说是 接受了徐玉的意见 迎奉天子 也全是为了 一己私欲 等他正式的 统一北方之后 暴露了野心了 欲 禁绝国公 家风九息 徐玉知的这个事 后悔极了 恢复当初 上表反对 这还遭到了 不忠的嫌疑 他这个心里边是 懊恼不已啊 自己没有 匡扶汉士 亲手葬送了 刘氏王朝 所以说在 理想破碎之后吧 徐玉 被曹操逼迫 服毒自尽 所以他这一辈子呢 八个大字 忠于汉士 死于汉贼 刚才咱们说的是两个例子 一个是跳槽成功 一个是跳槽失败 这个热衷于 频繁跳槽的人还很多 尤其三国 三国时期 是非多呀 跳槽的也多 说俩人 您就乐了 一个是刘备 一个是吕布 啊 这咱们知道 刘备呢 这是 总是寄人篱下 见天了 换老板 最后自个儿挑大量了 啊 当了蜀国的皇帝 吕布是因为 跳槽太多了 口碑 人品 双双败坏 最后落到一个 被吊死的下场 俩人的差距啊 太大 咱们回顾一下 刘备的创业史 绝对是历史上 最励志的人物 朱格亮都在这个 出师表里边说嘛 先帝创业未办 而中道崩粗 当然这个吐槽 不是朱亮的原意啊 但刘备的这个 发家史 也确实是过于坎坷 刘备的第一任老板呢 是他在求学 九江太守 如职的时候 结交的一个同学 叫公孙赞 那个时候 公孙赞也没闲着 刘备跟了新老板之后 摸圈擦掌 随同青州刺史田凯 一起打袁绍 公孙赞觉得 哎 完成来不错 就委任刘备呢 做了平原令 刘备真正的发迹 其实是从平原令开始的 你再往后 刘备就辗转 换了好几任东西 你看有陶谦 让徐州那陶谦 陶公主 三上徐州 有这个 然后曹操 袁绍 袁谭父子 后来看着袁家 不行了 就跳了去 第五任老板 刘表 经历了这么多 跳槽之后 真正的 鲤鱼大翻身 没过多久 自立门户 自己呢 当了老板 后来跟东吴的业务往来密切 赤壁之战 打跑了老东家 曹操 虽然说刘备的这个职场生涯 混得一般 但让人惊讶的是呢 他的这个小型创业公司啊 越来越大 很多高薪挖不来的高手啊 你比如说 诸葛亮 庞总 这俩人过去说 浮龙 凤厨 得一人 可安天下 他这俩都到手了 五虎上将里边的赵云 马超 黄忠 都是慢慢的加入到蜀汉集团 死心塌地 跟着老板刘备 一起干 刘备虽然说频繁跳槽 但是呢 善于笼络人心 刘备在公孙赞的手下呢 那会儿他打过袁绍 可是后来 投奔老袁家呢 袁绍的儿子袁坛 百里相迎 可见 刘备是有他的过人之处 能一步一步地 走到蜀国皇帝的位置 一是真有能力 二他是在跳槽中 不断地寻找机会 和台阶 这才是这个刘备 职场生涯的大本领 相比这个刘备 在业内的口碑啊 吕布先生就差得太多了 粗略地算一下 从中平六年到建安四年 这中间是整整十年 这十年里边 吕布一共跳槽了八次 历任老板 丁元 董卓 王允 袁树 袁绍 张阳 张淼 刘备 你这一只手一数不过来 频繁跳槽也就算了 他还坑害领导 杀丁元 灭董卓 坑刘备 这个反复无常的员工啊 这个履历啊 略计斑斑 谁收他 谁倒霉 谁到后来 吕布也实在没劲投奔 得了 咱们自个儿来吧 自个儿跳班吧 拉虎皮 扯大旗 自己单干 可是自主创业不是那么简单的 之前你在某个平台上 你厉害 那不代表着你厉害 那是平台厉害 可你离开原单位了 你没有这么容易啊 地盘人才在哪呢 吕布呢 就动了歪心思了 他是没有职业操守 直接挖来了曹操的下属 张淼和陈公 把曹操那地盘啊 抢了一半 哎呦 曹操起了 翻脸了 辗转拉锯好几回 最终打败了吕布 把他捆起来了 这一捆起来啊 这有意思了 资质通线里边讲得很详细 吕布嫌捆我捆得太紧了 想让曹操你给我松一下 曹操乐了 曹操说我捆的是老虎 不得不紧 但是呢 差点让吕布给说动了 打算松绑 吕布说什么呢 吕布那是有个 相当丰富的跳槽经验的 他可以说我自己打算再跳槽 到您手底下接着干 原话就是 民工之所换不过于布 今以服役 若令布将其 民工将布 天下足定义 什么意思呀 以前呢 你最出头的就是我 现在你把我捆上了 得了我服了 以后我率领着骑兵 您呢率领着步兵 咱俩一联手 一统天下 啊 这曹操差点就上当了 结果旁边刘备 点醒他 说您瞧瞧吕布前面的几个 老板的惨痛经验 哎 这一下曹操明白了 拒绝了 吕布的入职申请 啊 把他处死了 人中吕布啊 吕凤仙呢 带着这个口碑 退出了历史舞台 很多人都说吕布 死的冤 三国第一梦将嘛 早早地丢了性命 但是你要回头看 他的败亡 其实是注定的 司马光在这个 资质通鉴里始终强调 得财兼败 以德为贤嘛 有财无德的人 注定师到寡住 没有操守的人 只会受到鄙夷 不被信任 所以说这个跳槽的风险 是跟东家的脾气 成正比的 哪怕在战乱森飞 英雄辈出的年代 所以你要找一个 福利豪啊 大平台 这样的团队 也是非常不容易 还有就是圈子就那么大 轻易跳槽 很容易碰上老东家 到那时候 你说是打还是放水呢 这都是很麻烦 很尴尬的问题 所以赤壁之战之后 曹子败走华容道 遇见了前来截胡的关羽 就让他放跑了 这个放眼整个三国吧 不仅跳槽跳得好 还带上老板一块跳的 只有贾许一个人 汉史没落了 贾许呢 投奔了李杰和郭四 可这俩家伙呢 不算聪明 团队壮大之后 互相争夺利益 才导致了势力减弱 最后相继被杀 借着回家奔丧之名 跳过一劫的贾许 投奔了南洋军阀 张秀 他给这个张秀啊 新老板出了一条 非常重要的计策 不是打仗 不是攻城掠地 而是一起投靠草草 张秀就愣了 这哪行啊这个 有过节 张秀跟草的有过节 京剧战晚城 您都在看过吧 张秀那个婶 跟曹操两个人有染 所以张秀造了反嘛 乱军中杀了曹操的长子曹王 侄子曹安民 大将点威 要不是曹操跑得快 本人都死了 张秀杀了曹操的亲儿 咱们能舔点事 人家应聘去吗 这不找死吗 贾许就这本事 很成功 当了一回职场好中介 袁绍和曹操同时 派使者来见张秀 贾许呢 就把这个袁绍的使者赶跑了 接待曹操的使者 张秀差点吓死 这行吗 贾许说您放心 投奔袁绍 锦上添花 投奔曹操 雪中松滩 曹操想争天下 必定会立先下士 没错 张秀呢 最终还是被说服了 投奔了曹操 让张秀欣慰的是 跳槽以后得到了待遇 果然像贾许所说的这些个 聊到这么些个也很感慨 你甭说现在古代跳槽也不容易呀 但是仔细品味你就发现 不仅有能力 还要有操守的人 才能够走得长远